5月16日,在吉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苏兰市政府市长金华介绍 按照应检进检,院检进检,能检进检要求 苏兰市重点围绕所有密接人员、次密接人员和确诊病例所在的住宅小区 重点场所以及高风险人群开展了核酸检测样本采集 截至5月15日,累计进行核酸采样19228人次 5月15日临至24时,苏兰市新增本地确诊病例1例 截至5月15日24时,苏兰市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6例 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453人 均在指定地点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目前,苏兰市正采取最严格的管控措施 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细化了小区封闭管控、居家隔离管控、环境整治消杀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教育等措施要求 和操作规范流程 做到延封闭管得住有炮炸 全市管控封闭居民楼1103栋 农村封闭村屯12005个 据介绍,苏兰已经全面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目前,我市共有核酸采样的医护人员是530人 国家卫健委资源了一座附料帐篷式的医护实验室 每日可提供2000份以上的检测能力 省卫健委将全省检测机构优先向苏兰市开放 金华介绍,苏兰市开展了流调排查注点人员和已集中隔离人员调查工作 确保密接人员、次密接人员精准隔离到位 截止5月15日20时,我是共设立隔离点15个 已启用13个,正在改建隔离点3个 已建隔离房间510个 在隔离点和居民小区免费为群众发发中药业 提高群众的免疫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